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次的面试实验中到底获得了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这样子其实也花了还蛮多时间成本 四个月的时间耶 就这样不见了 然后我们也花了超多车钱 在那里一天这样子跑来跑去 整天都在面试这样子 花时间、花钱、花这么多成本 那我们最少也要获得一些成果吧 那我们现在了 第一个 第一个成长 第一个我有成长的就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 就是你比较看了这么多人 你可以比较清楚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东西 他讲了这样子 然后如果我们肢体动作怎么样 他可能已经开始看风景了 那表示你可能废话讲太多了 你要赶快结束这一段 或者是你要调整一下你的讲的内容 这样子 第二个就是选择的部分 你如果对一间企业说 OK我想要这个offer 那你其实 第二个 第二个 其次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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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想 第二个 我 获得了一个想法 第二个 我获得了一个 全新的一个全新的想法 就是你如果 你如果对一间企业说 OK 我接受你的offer 那其实你就是对上千上万的公司说No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你就是在这个期间内 赶快尽可能的找越多公司越好 你这样子才有更多机会去选 那你说Yes 你其实就对所有东西都排除在外 没有办法去接触了 第二个 我获得了就是一个全新的 第二个就是我获得一个很 第二个就是我获得一个 结论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我获得了一个结论 就是你如果在面试的时候 尽可能的就是丢各种不同的公司 那你面试就是尽可能越多公司越好 因为你对一间公司说 OK 我接受你的offer 那你其实就是对上千上万的公司说No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因为你就是进了那间公司 其他的就没有办法选择了 所以就要精挑细选 第三个就是我 第三个我就获得了我的网站UI设计的Beta人员 因为面试官我要给他看我的网页 我就可以看着他怎么去划我的网页 怎么样去浏览我的网页 那我整个网站设计也是在我这个四个月里面 伸出来整套的网站设计 所以我其实就一直在更新我的UI 还有我的内容 还有我的编排怎么样排 让大家划起来更流畅 电脑版跟手机版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看着他们亲眼 这样子去操作你的网页 我们要这样子调整 他可能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按钮 而不是就这样滑过去 那或者说我们要怎么调整 才会让大家看得比较流畅 而不会就是我觉得没什么重点 然后开始乱滑 这样子 UI Beta 人员 第三个获得就是免费的UI Beta测试人员 那那个面试官不是就是我的网站 第三个就是免费的UI测试Beta人员 那就是那个面试官啊 他就被我消费了 就我给他我的网站 说 这是我的网站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哦 那我就亲眼看着他这样子滑 然后怎么要去浏览我的网页 我的要怎么编排 才会让他觉得哦 这个是一个按钮 而不是就是这样滑过去 或者我要这样编排 才可以让我设计出来 我想要给他看的操作的节奏啊 或者是我想要先让他看什么东西 再看什么东西 这些都可以设计 那他们就这样子被我利用了 变成我的Beta测试人员 真的是还蛮爽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网站 我网站应该是8、90%完成了 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